当狼人和吸血鬼做团桌 小皮孩 见到新童桌不知道问好啊 这么说话的 我是吸血鬼始祖 和你们狼人祖宗一时的 按辈分 你得正我祖宗 狼人怎么能够向吸血鬼屈服 半国的教授 你刚刚弹手想干什么 没什么 挠个瘾 不行 我堂堂狼人 怎么能让吸血鬼积在头上摩擦 拼了 啊 谈叫作业给你抄 谢谢祖宗 谢谢